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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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风旅程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塔罗物语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我是否有诗字的证统 一样的 我们来挑选一张牌 由左右 1到4 请用直觉挑选一张 如果你挑选的是第一张 聖杯式 挑选到聖杯式的你 你是不是常常会找不到东西呢? 如果找不到 你是不是会一直急着找 而且会想要马上能够找到呢? 找到最后会不会是 过了一阵子才找到 比如说早上找 但是晚上才找到 或者是甚至 比如说找信用卡 健保卡 可能隔一个礼拜才找到 那当你还记得 找一样东西的时候 别太担心 其实你只是一个 遗忘或是健忘而已 那如果要克服这一点的话 很简单 试着 将你生活中的物品 习惯性的放在固定的地方 未来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烦恼 那如果呢 遇到找东西的时候 总是呢 除了找东西之外 还会怀疑 是不是别人偷 或者是 你在生活中 常常会担心 别人会拿你的东西 然后你会把你的贵重的物品 藏起来 藏到甚至你忘记 只要找不到东西 就会疑神疑鬼 那或许 你可能就会有 十指的阵头咯 第二张 潜壁漆 冲到潜壁漆的你 是不是常常会忘记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有想要做一件事 可是可能是 突然电话响 接了电话 或者是 出门 回头拿个 汽车的钥匙 或是 门的钥匙 那你可能又忘记说 那我等等你出去 是要做什么 是要出去买酱油呢 还是要干嘛 那没关系 可能花个片刻 或许你可能又想起来 原本要做的是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请别太担心 你有可能是 压力所造成的 一个健忘 这样子的方法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 嗯 事情呢 不要就是 挤了太多 压力少了一点 那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呢 诶 你只是起身 就忘了 下一步要做什么 而且总是这样 而且甚至呢 除了 忘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之外 你能刚刚是在做什么 你都会忘记的 那不好意思哦 你可能就有失智的阵头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我会比较建议你 可能要特别注意 自己居家的安全 比如说 厨房的用火 浴室的用水 或者是 平常的一些 像冬天的时候的用电 那都要格外注意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 你生命中的危险哦 那接着 挑到第三张牌 如果你挑的是 聖杯八 这张牌的话 诶 那我很好奇哦 都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呢 在你的生活中 是不是总觉得 24小时不够用呢 总是还要利用 晚上休息的时间 来去做一些 白天还没做完的事 你是不是会觉得 怀疑 是不是自己 工作效率不好 那不如建议你 可能好好的检视一下 你的工作内容 是不是已经是 过量了 在失智这个部分 预防失智最重要的是 睡眠 睡眠对于 大脑来讲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 你可以好好的 休息的话 那未来 失智的机会 就会降低一些 那如果呢 你是不是常常被问呢 这么晚了 你到底是要去哪里 甚至呢 就是说 诶你今天想到做什么 就起身去做 不在乎现在 目前是几点几分 甚至有时候 白天 晚上 都分不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是 真的要去看看医生了 那听看看 医生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第四个 如果你抽到的是 钱币骑士的人 是不是像这个 钱币骑士一样呢 停在这边 不知道要去哪里呢 有时候有没有发现 等个红灯 或者是走路走到一半 接个电话 可能就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了 或者是可能 在路上看到一个广告 或者是看到一个人 然后突然就忘记 自己出来是要去哪里 或许你可能回到家 才被你的家人 或者亲友询问说 诶 那你什么东西 有没有买回来啊 比如说酱油啊 或者是 你出去本来 是要买个报纸的 可是回来 却没有报纸 那如果说 诶 你被人家这样一问 你还记得得 诶 对齁 我原来出去 是要买什么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请你放心 这也只是一个健忘而已 如果说未来 要避免这样子的窘境 或许 你可以 在出门之前 可以先把 你所要采购的东西 或者是所要做的事 可以先写在一个小抄上面 然后带着走 或者呢 如果是一个 上班帮忙 需要跑业务 然后要跑很多 贪的人呢 也可以透过行事例 来去记录你的 每一天的行程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乱了正脚 那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是 忘了 自己回家的路 甚至有时候走一走 突然认住 诶 突然很惊恐很慌张说 诶 我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 很有 失智的阵头了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会接你 可能要跟家人好好的讨论 讨论一下未来的生活 然后或者是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基本资料 或者是重要他人的 运动方式 带在身上 人 总会经历 生老病死 健忘 是常常会发生的 不管是 年轻人 或者是中年人 或者是 长者 健忘的话呢 是一般的老化 那失智的话呢 可能就是你的认知功能 丧失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建议 如果你有失智的 检讨 会建议你 还是寻求 专科医师做诊断 我是林一静 这次的塔罗物语的分享 也希望各位能够 借有排卡的方式 来去看看 除了自己之外 周遭的亲人 或家人 或者是朋友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这样子的阵头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可以陪伴他 或者是请家人 带着我们自己 来去到医院 找专业的医生 做一个诊断 也祝各位 在未来的生活之中 除了可以记起 每一个美好的回忆之外 也可以开创 每一个更精彩的人生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